书界上回 接说了一段雍正剑侠徒骨 上回就给您说到 坏事包张望 打入了剑山蓬莱岛 他来到了招贤馆以内 卖弄手段 那么这个招贤馆的馆主秦志明呢 一看他 武艺超群本领出众 不敢擅自做主 秉明君师艳朴艳云峰 那么是何该出事 其实艳朴能做这主 看完他这武术 大小量才而用派的一个官职就行了 那么艳朴为什么要秉明英王傅昌 那意思就是我们山上需要的是士气 每补入一个新的成员 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 都能够使人为之精神一阵 士气主要 那么这个剑山上呢 最近一直没有 什么有能耐的人来投降 一听秦志明说 这有一有能耐的 甚至于说秦志明说 他的文领在我之上 艳朴很感兴趣 所以故而秉明千岁富昌 英王也高兴啊 金殿阎武吧 这才在银安殿上都 召集了群臣 文武两半全都在 就让张望当殿阎武 你练让大伙瞧 英王什么心情呢 英王那心情 我不懂有懂的 武术上我不灵 但是我山上这都是高人的 更何况有默契 雨秋跟艳朴这样的人物在 你们要说好 我就封他大官 你们说不好 人家来了也别娶了人家 大小也得给个官职 可这没想到 张望 在招贤馆里头 琢磨这半宿 不是白琢磨的 怎么能够打动 君臣之心 我要想 毁他这一座建山棚来到 我必要 取得一定的位置 光有力量不行 您都知道物理学呀 得有一个支点 还有一杠杆 这才能把力量发出去 你光有力量不成 更何况我的力量不弱呀 所以我需要很好的 很巧妙的一个支点 一个地理位置 同时需要一个很长的 这个杠杆 我得有途径 那么今天我要能打动 英王 必要先打动他架下的这些个文武群臣 说白了吗 最简单 我得打动军师跟无形建 还有 这个大帅谭天谭国林 水军的大帅 这个龙斗龙九宫 我必须让他们看上我 所以他半宿没研究别的 就研究这个坏主意 到这来话说的客气 说我这不撒野吗 这地方哪有我练的份啊 怎么样啊 我练一个您瞧 可是我练的属于啊 自作安 我也不知我这什么武术 您各位瞧瞧我练的是什么 入不住群贤之法言 这话呀 可暗含着就有点挑衅了 大伙一听啊 哄堂大笑 那意思您这个话大点 什么武术都在人家无形建口 和云台建口 老二位新的装着呢 练武练在人家那份上 拳脚冰着没有人就不会的了 你还干嘛呀 你还想露两手 这不走机量吗 你能练出什么出奇的武术呢 大家伙这么一路 张望那天生来的不要脸 脸皮最后 说这个话 脸不红心不跳 当真的说 可就是云台建口 艳不艳云风 还有无形大剑不气 修老哥俩一听 那叫什么叫 暗自审相 心里边 这人这话太大 脸上可不带着 那你就练 敢张望往下 一塌腰 阴安殿上 啪啪走行 门外国 不越打越快 这趟全练的 就这两臂 武动如飞 亚赛 两头蛇的相仿 前后左右 声东击西 上蹿下跳 就他这么一练呢 越练 这阴安殿上 越安静 越练 这阴安殿上 越安静 练着练着呀 这阴安殿上 没人说话了 都瞧他了 为什么 全给大伙打住了 大伙一瞧 这什么武术 哎 愿不人家说大话呢 人家敢跟 军事剑客叫晚 这能内 确实匪夷所思了 确实不能说 耳目一新 叫似曾相识 好像这招认识 哎呦 不对 又拐弯了 下一招又有点眼熟 还不是这意思 由这个乱哄哄啊 大伙说笑笑 这人这个 没有什么常识 你在这个剑客面前 你这属于抖机里 先看下大伙 这态度 戏哈 让他练 看他有什么 慢慢练静 由静而动 慢慢大伙又一论 这练的什么呀 张望一看 行了 达到目的 我唬不了啊 剑客 我先把你们都唬住 把你们唬住 就把鹰王唬住了 眨眼之间 这掌拳打完了 拉一个收拾 双掌合十 是弥陀佛 剑客 您看我练的是什么呀 无量佛 艳朴一时没答复上来 就凭我艳朴愿云风 愣会没瞧出来 他练的是和武术 回头瞧了一眼 诗歌无形见个默契玉修 默契玉修 避着目仰的神 说着避目仰的神 实际迷缝一眼份 干嘛瞧呢 他一瞧啊 他瞧明白了 那个 坏着包张望 练这能耐啊 练几下 无形见个就明白了 心里边就已经打好了 浮稿了 往下看吧 果不其然 三式六式练完了 完全跟头离一样 暗不久半 他就是这么设计的 他看出来了 像这个一问艳朴 艳朴一张嘴 你练的是什么不就完了 敢张望问艳朴 艳朴没言 也回头看他 默契玉修急了 默契玉修就并不眼神 等信呢 你听没信 拿眼尖一瞧 艳朴正看他 可把默契玉修气坏了 真不知道 为什么 真不知道 嘿艳朵 你这 你这 怎么话说的 小小的鼠被张望 卖弄自己的聪明 小聪明 他以为能够瞒过大家的耳目 叫我看 不过就是流于一般 也有他的巧妙之所在 但是就凭你艳朴这么大能耐 艳朴瞧不出其中的七窍 你就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艳朴回头瞧默契玉修 默契玉修抬头一瞧艳朴 心里边有气 无量 就他这一赌气 五十地 他锁链之绝技 我 看不懂 老到百音燃 就拿手这么一推 看不懂 完了 自艳朴往下 好几位全看不懂了 艳朴是一时树林子里的放风 就给绕住了 并不是真看不出来 他没往那想 谈天谈过 林龙斗龙九宫 以至于 左绑寨三宫 右绑寨三横 山上有几位高人 全瞧出来了 可是无形建格默契玉修 一说看不懂 就看得懂的 也不能说懂了 为什么默契玉修说看不懂 这位站起来了 建格这都看不懂 这什么样啊 这不过就是什么什么人 您这建格怎么练的 您不信 让他打头再练一遍 咱半招半招地练 哪招我都给他担递了出来 我告诉他练的是什么呢 好 无形建格这脸往哪儿择 就是这么回事 不能这么说呀 再说了 有的人心里打鼓 无形建格能看不出来 看出来了 那许师这里还有深奥的东西 咱真没看出来 还有的人想啊 无形建格看出来了 看出来故意的跟艳谱 他老婆俩说不懂 这八成上山之前呢 就走好门子了 这俩主考 这俩评委说好 说看不懂 英王武昌那儿好给重要的官职 我们别给刨了啊 不知道这位什么后撮 什么势力啊 就是瞧出来的 让无形建格这一摆手啊 全给唬回去了 艳谱一瞧 师哥也倒是看不懂 更错捋会儿了 啊 我看不懂 搁其默默 尚在其次 我师哥要说看不懂 那可深了去了 也别让你给比下去 自己心里边疑惑着 不敢明说 即使师哥说看不懂了 那自己这点 小的意见也别提了 本来就想猜着说 梦着说 这让师哥一说 也给唬回去了 那位说 说这么神 他练的什么呀 其实很普通 张望聪明 这个坏着帮张望最拿手的 有这么几样 头一样说他会英导力 你要听前文书 这书远了啊 杭州类上 头次杭州类他拿英导力 把眼珠子给抠瞎了 下手狠毒 当时就招来大伙的非议 说纵然你是擂台比武 说了 生死由命 但是你也不能下手太狠毒了 你把他战败也就是 那么张望的当初是独行大贼 下手狠辣 他有阴导力 二一样 他这个典刚 峨眉刺 他是水汉两路的英雄 他这个峨眉刺 练得最好 也是三十六市 那么败在了 侯氏昆仲的门下 最得意的 就是跟二侠和侯杰 练的三十六手 侯拳跟三十六市 螳螂拳 这是他这一辈子 最拿手的这么几样武艺 他昨天晚上半宿琢磨什么呢 一个他琢磨这词 我拿什么话枪火 能让他们引起我的注意 另外我就真的有两手绝的 你广练其中任何一样 你是打汤狼还是打猴拳 谁没见过呀 也不足为奇 干脆我给他天上一脚啊 地上一脚 我给他来打掺和 这可费脑子了 半宿没睡 自己在这床上 两只手来回烂动 一招猴拳 一招汤狼 又加点分水鹅梅刺 拿俩手代表双刺 一会又加点鹰找力 他把他汇这点东西啊 揉一块 真要实战可不行 乱呢 你真说实战跟人动上手 你这个临时临战的反应不了那么快 当然你要能反应过来那更好 您看这个小说 金庸写这个周伯东 一心二用左右互搏 这是巧思 但是呢 事实我想是很困难的 你左右手打就这两下 就是他打他他打他 你怎么研究 你后面够不着了 你只能在前边 你用什么手法也就是上下左右 就这点事 也没什么意思 看了几版 这个社交用转 那么里边演周伯通的都很难 这个人演出老顽童来 那确实不好演 简单说吧 一心二用是很困难的 他这就是 最后这几招啊 他是左手猴拳 右手汤狼拳 脚底下走的 全是鹰找力的不 他把这套武术 半小的工夫 演练熟了 第二天 银安殿上 当着英王傅昌 两位剑客 以至于殿上这些个武术家 他练的就是这个 那要说瞧出来的 也不在少数 总有那么十几二十几倍 打着头几下 你还这个 无形剑末期欲修吧 练几招就看出来了 一看到 上手是猴拳 下手汤狼拳 怎么这两招搁一块呢 巧妙 心里边也赞成他 用的不错 可脚底这步 又不是猴拳的步 也不是汤狼拳的架门 他这步是什么步 他往下看 一看他 应得力 一看他这俩手 比了比划的是 两宗兵刃 是什么呀 是宝剑呢 是刀啊 是什么 看了半天 不是点学诀 就是猴眉刺 怎么还有点学诀 二侠的猴杰 是点学诀 他这里也有 再往后看 看过十几招去 明白了 就这几样综合的 你这花儿不识 何必呢 无形剑末就不看了 知道你怎么回事就完了 可是云台剑 他怎么意思呢 这样他给打住了 一身懵了 猴拳不是 怎么问 螳螂拳不是 他老往不市场讲 他不往市场讲 你要往市场讲 这就是猴拳 这就是螳螂拳 哦你就明白了 把俩搁一块 他这一游一 刚看明白这猴拳 又给螳螂守了 不对 螳螂不对 应找利用 连着说四五个不对 不敢往下猜了 越看越迷糊 一脑袋这样子了 您琢磨军师这一天 多少事 脑子里头一乱呐 倒让张望给虎了 到现在张望 一句话问倒了 云台剑口 无形剑口再一堵气 一说不懂 好 满山没有敢说对的 阴王府城一瞧 我这剑山棚乃倒完了 来一个半老的和尚 还是个头头 就把我剑山上所有高人都护住了 众位经家 他练的这是什么呀 云台剑和万般无奈 他这是一门新创的武术 据我看嘛 张望 你这里头有猴拳 有汤狼拳 还有点鹰爪力 不知道山人我说的是与不是啊 张望一听 人不是没敲出来 也不是这位 大伙都能敲出来 就是不敢说而已 那就行啊 我学的烂七八糟 我也不知叫什么 反正我都揉一块 我也很少跟人动手 不知管用不管用 燕谱心了话说 这管不了用 难为你聪明 能给揉的一块 这就不含糊 鹰王一瞧 大家伙这神态 哎呀 此人能得不小啊 军师你看看 他应该委派何职啊 燕谱一听 要职俱有人 现在山上一萝卜一坑 重点的位置上啊 都有人干着 你能耐大 但你寸功未利 又是新来的 你说愣把人家摘去换他 那位也不服啊 可是这能耐又不错 确实这几手拳 他看得出来猴拳也不错 螳螂拳也不错 都有根基 你要秦志明说 比秦志明高 还真不是瞎话 你让他当上 招宣馆当管主去 秦志明干嘛去 你又不能替人去 哎呀 给一个小喽啰头 又不合适 燕谱这一时无语 那你看军师不言 一问大帅吧 英王傅昌傅伯伯臣 问谭天 大帅 你看他 委派的什么职位呢 谭天心里头明白 也瞧着他练的是什么 新了会儿这个来路不明啊 委派的什么呢 这样 我得让他在我手底下 千岁 至于委派何止 一时我也没想起来 总是 在山中的药职 要给他找一个地方 那么到时候我呢 也能够时常的与他亲近 他作为我一个臂膀 我看到是很不错的 这话可就点给英王了 作为我一个臂膀 我得管得点他 英王也听明白 在左膀寨三宫啊 三爷金海少 有一点破军师跟大帅 这个人呢 练的不过就是猴拳 跟汤狼拳揉一块的 财不看重 不能给太重的要职 张嘴刚要说话 大爷银海明用手一拦着 干嘛呀 老三 我跟他说 你说什么 这位啊 拿手一指歌仨 林海明 陆海亮 金海少 那意思 这位跟咱仨 话等号 一样 金三爷一听 是吗 又一琢磨 对 没准 这位 没别好心 跟我们老哥仨 进剑山的目的一样 上这里啊 鹤愣来了 大爷瞧出来了 尹的爷怎么瞧出来了 尹的爷一看张望 二目贼光烂闪 这有点词不达意 这劲头 有点逞才鞠躬 那意思要凭这手 猴拳 汤狼拳混合体 要谋一要职 这没安着好心呐 这要真是说 一般江湖术士 上这蒙声蒙喝的 不足为律 借机会把他除了 就完了 真要是受高人指点 进山 盗反 见山的 那可就跟自己 站在同一战壕里头了 这是需要 拉拢的对象 你别点破了英王 点破了大帅 让他们明白了 这人的差事完了 一看大帅 军师都没大主意 英王一琢磨 那就由着我信来了 既是如此 我献边一个官职 封他怎么样啊 大伙一听 好啊 全凭千岁做主 张望听风 河通 和尚二次 撩僧跑往这 这么一跪 千岁 今我奉你寻山 总头目 这寻山总头目 怎么个官 不知道 大伙一听 有寻山的头目 这总头目 那就哪都能去啊 这位能随便胡溜的 今师一琢磨 哎 这 不太合适吧 新来一人 就寻山总头目 无理 刚了说无良府 尹海明引的也一听 我们这事儿必须坐实了 拦着这无良府 这无哪儿出来 梁尾出来 啊 千岁 闪不出班 一一失功 您公 您 有何本到啊 千岁太高了 似乎据我所看 张望堪忍 其才 他这个能耐 来一个寻山总头目 再恰当其分不过了 太好了 那么千岁您 真得说是会用人呐 那么于张望来说 也得欲明主 实乃张望之幸 建山之心也 对于他个人来说 是造化 对于建山来说 也是造化 他到山上来 对建山太好了 甚至于说 比我们哥仨仨都有用啊 陆二爷一听 大哥这么说 那我也得保一本呢 我等愿保张望 金才一听 那就顺着老哥俩吧 我也愿保张望 龙斗一瞧 都保 那咱们也保吧 谈天一看 反正这寻山的头目 都归我管 总头目也得归我管 就这意思吧 好啊 千岁所言极是 这半边一说合适 本来在朝中一世啊 无形建国 从来不搭谈 说了 我呢 不参与曹政 此事英王俘装 你有需要我 你派我就是了 大主意都我实地拿 他是军事 他是中立 不表态 那人那边都表态了 就生艳谱 一人觉得不合适 也得说合适 更何况是英王的主意 乌鲁王府 本军事 我也赞成 这是磕头谢恩 寻山总头目 当时 发下了寻山金牌 腾出一个小院子来 上面写上 寻山总头目府 这叫什么府 还派八人伺候着 张望总可上任了 到自己府地的密桥 喝 好几间大瓦房 宽敞明亮 窝子里的摆设具前 八个人伺候 归自己调派 自己 新冠上任呢 总得有所作为啊 吃饱了饭没事 辛苦 总头目 这什么事 走吧 带我军事府 面见军事 问军事 我对那注意什么 干什么工作 拍烟谱去了 大门儿 给艳谱磕头 多谢您 您明明看出来 我这个能耐了 您在店上 诚心说不知道 那艳谱一琢磨就得顺杆爬呀 你这不就是猴拳跟螳螂拳吗 还有点阴导力揉一块了 哎呀 我就得那么说呀 不能坏你的事 是啊 您看我应该干点什么呀 你不归我管呐 寻山头目都归大帅谭天管呐 你上他这报道去就行了 好好干 放心 英王错待不了你 忠心辅佐建山就是 免费了几句 把张网打不出来 张网出来 走 大帅服 到那儿给谭天下跪 呵 谭大帅您对我帮助太大了 明明您瞧出我这个了 您不给我点货了 啊 两位老剑子都瞧不出来 我瞧得不出来 我没那么大能力 那我问不您 我这具体工作是什么 寻山呢 寻山各有头目 我这总头目怎么算呢 谭天一头目怎么算呢 你就山前山后转悠呗 你反正有金牌 尽你的职责就是了 一心为剑山也就好了 那您把其他的头目找来 我们一块商量了 不 他们就都归你管了 这样 你归我管 我有什么事以后我就找你 你再分派他们就是了 好吧 都弄清楚了 第二天 大帅服 谭天 声仗 把寻山头目都找了 当着大伙面一给张网指引 银安店上众位头目都瞧了 张网能耐不小啊 大外甄服 打着我们有头的 这听您的吧 这好 顺大帅府出来 都奔总头目府 张网拿出钱来 请大伙吃饭 跟大伙一地稀合拿拢关系 啊该怎么着怎么着 我这总头目份事 我不管你们啊 哎 你们不愿去的 你们让我去 我不发泪 我有个外号叫你腿增 我乐意走 我现在这身体也不太好 大夫跟我说了 管住嘴迈开腿 少吃多餐 那您是这个糖调兵呢 您您多注意吧 没事 不要紧呢 打这张网 连着请好几天客 山上这些个该请的全请到了 时不长的军师大帅府前去请南 随班唱弄 他可不闲着 每天办好的腰里头 暗带戴着白纸 打这山前山后山左山右 连上带下 连山窟窿都往里钻 什么叫方向道路 怎么叫做 啊 明暗上 山窟窟窿里头 山窟窿里头能走多深 是活的是死的 哪有水 哪有剑 甚至于说多少棵大树 简约地图画好了回去 再画一详细的 一张一张的地图往一块拼 就连山后鱼谷寺鱼谷四号的九寿豪天亭 他全都探遍了 就是没敢进去 不知道里头有什么机关消息 大概的位置全都明白了 红石在山上拉鲁一大帮人 见谁都说客气话 谁也不知道他 这人呐 仰手不打笑脸人 你不知道他什么脾气 大伙还都挺静的 一接触他挺随后 嘻嘻哈哈也没那么些规矩 而且人家干活干的头来 人家自己人家真寻哪 在山上的几个月就打成一片了 那么他跟当初黄志在断龙剑里 天王白鹿冲手底下 那还不太一样 黄志那个策略是什么呢 是把这有能力都K走 净流没能力的 黄志心的话说 就凭我一口刀 我服用别人 只要是朝廷派兵打 剩下这些乌合之众 我保证都能赢他 我一人就把这 断龙山里头 断龙剑里头造反的这些人 我就都能消灭了 打的是这主意 所以把有能的想法都给挤得走 除了画图画亮语 他的这个徒弟 剩下差不多的 全都让他给挤得走 这策略在张旺这不行 张旺怎么不行呢 张旺啊 比他能力的大的人太多了 他小人走的也K不走 他也不结交这些没能力的 他是上下全结交 就老爷老好人 这天巡山 巡出事儿来了 怎么 建州之州黄国英 乔装改办上山汇报工作 这张旺原先不知道 这整个巡山头目都被他管了 拿到了变装上山之人 他得问他 你是干嘛呢 黄国英不能山人都认识 说我是建州之州黄国英 由密室要建军师 要建英王千岁 头目人不管那个 就报于总头目张旺 张旺可就把黄国英 带到总头目府 自己这事 黄国英一看 赶紧山上新派了 总头目寻山的 自己不知道 他误会 就把自己的金牌拿出来 这都是英王给的 您看不 这没有假了 哦 张旺大惊了 朝廷命官 建州之州不小了 没想到竟然是建山的山眼 不定切的 乔装改办 上山密报 张旺有意 要拉拢黄国英 他把黄国英就送到军师府 军师带着黄国英 面见英王千岁 出来又把张旺找来了 你把他送下山去 派俩人一直把他送回建州 张旺没送 张旺把黄国英就留在府里头了 摆下风风声声一桌酒席 跟黄国英是推威唤展 您这么大的支州 整个建州来说你最大了 那么你要想乔装改办认识人也是多的 那老百姓好多打官司都见过你啊 你怎么能够确保万一不让整个建州的这些人发现你 你能够到建山来呢 黄国英也搭喝点酒 又一瞧这寻山总头目挺恭维自己 这话可叫场了 您不知道 我出建州我不走大街 哦 走房上 您回夜行之术 一介如生 没有把势 哦 那您走哪呢 我走地下 怎么叫走地下 就在我周牙之内有一股暗道 就把厚的玻璃厅城外的小凉亭 整个这些事完全合盘而出 全告诉张旺 张旺一听又好厉害呀 正好我派俩人跟着点你 护送黄国英回建州 派俩人跟着他暗含着也出来了 张旺能在大呀 张旺当初做贼的出身呢 就跟在三人身后 一看凉亭的位置 处理了建州西关三里地 小凉亭 谁知道底下 有暗道 把小石头桌子挪开了 有提手 把他提起来 下去里边有销都能销紧了 一看 明白了 自己 回来 首先这两人才回来 他还假扮了三道 怎么样送到地儿了吗 没有 送到那个 离着建州啊 四五里地儿 黄大人就不让我们送了 什么叫黄大人 别说这个 就让我们回来了 行呢 回来回来吧 没事 打扯了 暗含着他把这都画图上了 他一看这黄国英做事还真缜密 不是说隔几个月准来 或许长或许短 有时候来的还挺密 最近就挺密 就在 年庚瑶入建州前这一段 黄国英连着几次上建山密告 就说年庚瑶要来了 让军师速派人下山 就在建州就地 就把他解决了 那么军师这这派 原先派这好几波了 都没凑效 怎么办呢 这才请的 大师哥下山 默其一兄不愿意下山 耐不住英王 还有大帅谈天谈归林 军师怨谱怨云峰 文武群臣 坐以三股茅庐之态 挤兑的无形剑可没辙了 这才答应下山 乃至下山就碰上劲敌 碰上董钱二次出事 头一段书就是借鉴对持 那么哥姐这些人不提 单说张望 张望一瞧 黄国英跟军师 他们已经定下了 建州刺杀侵胎 而且从黄国英嘴里 他已经知道了 保驾的飞着旁人 正是小师叔 同林同海川 以至于随行委员当中 有自己的老温师 侯氏昆仲一干群霞 一琢磨 我呀 由黑而白 由白而黑 现在再想变白 就在这儿关键了 我进建山 没人知道 我要想见 我两个老师跟同师叔 我要不有点真凭实据 他们恐怕不信 这才自己写上一个请假的条子 说最近偶感风寒 不能够陪王半价 托人地道大帅府 请大帅代交英王 请假五天 这五天呢 真找人给自己瞧 他有点气功 把自己弄得病病痒痒 弄得气脉微弱 大夫呢 真给开药方子 他还真熬药 就是不喝 把药呢 都灌了耗子洞子 张旺这屋里 这窝耗子 一个一个都精神呗爽 为什么 天天有中药盯着 这不过就是眼人耳目而已 晚上 他也穿着夜行衣下山 您琢磨琢磨 他是悬山总头目啊 头一样的人头熟 二一样啊 他腰里都有金牌一面 三一样 根本也没人瞧见他 哪有名暗哨 他都知道 他自己安插的名暗哨 他能躲不开吗 山上有好多窟窿 明明是通的 有人不知道 他也有自己出山的暗道 这才购奔建州 怎么那么巧 何该他立功 他一琢磨 无形建克在建州呢 我要奔建州 我碰不上无形建克 还则罢了 碰上我先死 为什么 我是叛徒啊 无形建克 瞅见我的屋本的 把我弄死吗 派去刺杀 连耕窑都是战殿将军 贺如龙啊 丁瘦啊 陆英啊 这些人哪个都比我能耐大 南宫里这些人 武术都不错 就即便我侥幸 跟他们能站得过 我这身份暴露了 苦心经营 这么长日子 我在建山混这总头目 好不容易 我把这里事都摸门清了 我不能现代过早的暴露 干脆 你们刺杀年钦差 必走暗道 你们带着您能摇腿 从暗道走 我明着不行 暗着来 我就在小梁亭 守着 来一个逮一个 我大救年钦差 就在此处 他是打定了主意了 就在小梁亭 这守着 他在上头啊 把这小石头桌 小石头凳 都已经挪开了 这铁板呢 他一掀 外边这层 他就给抠起来 有提上 里边这层插着 黄国英怎么意思 黄国英一瞧失败 那儿 丁收鹿英背擒 贺如龙让童林一把 连头巾带头发 带头皮抓下一把来 贺如龙大叫一声 剩下六寇亡命而走 黄国英一瞧 你们别走了 赶紧跟我出城吧 可就够不了 密道 奔西门外 到西门外 三里地 小梁亭底下 黄国英跟六寇 可就商量了 可是六寇 对不起你们 怎么 我是没武术 得我先上去 为什么 一到外边 你们这有武术的 就不管我了 你们往下一一踏油 撒腿就跑 陆地飞腾 我跑得最慢 所以我得先上去 贺如龙脑袋疼啊 贺如龙信了话说 你别先上去 万一上面有埋伏 没人知道这股密道 上边不可能有人 不是 我这头发已经没了 他再抓也抓不住了 我替您来不用 你呀 你甭安着好心眼 黄国英一犯脏心 难为他下着这铁叉腰叉 叉着去 挺厚的铁碗 肺挺大劲 给堆开 这铁碗一动 张望在上头 可就做好准备了 他跟那几位不一样 他没当过贼 那几位都是先把兵刃探出去 他也没兵刃呢 脚底下蹬住了软贴子 俩手一扒着眼 猛然间一使劲 腾一下半把身子就出来了 张望拿着 轻而易举 在后边一搂的脖子 这手一推的腰 往过去扳他 拿科西盖一顶的后腰 掏绳子就混 这手稍微慢点 没捂住嘴 哎呦了这么一声 贺如龙刚要探头 拿手一股脑袋 往回跑 小哥这我又跑回来了 该着哥六个露眼 怎么 就来回来去 这一跑 整是无形见个大战群响 董田赶到了 两人就这么一打 董田打铁球一打 那一接 您咋们这多少事 他们跑回来啊 这就得说 这高飞咋的 高飞已经死了一回的人了 再有一个 他是会宾的徒弟 他是什么都不怕 铁找钥子高飞一琢磨呀 既然群霞都在投了玩命 咱们还奔玻璃厅 到灶台这儿 把锅捅开了 小哥六个又上来 一看 丁收录音这儿捆着呢 把绑声松开了 嘴给堵着东西掏出来 退后窗口跑了 八后竟然 安全无恙 亡命而走 那么八后流氓 暂且不提 这儿 群霞跟 这个镇谷侠 董钱董画一 把无形将下跑了 这儿丢一铁球 镇谷侠也走了 群霞保护大人 回了一筹 二扣也走了 下地道追 这地道出去 什么也没有 知道城外有地道 也没用了 大伙给保大人要紧 全都回来 哪知黄国英 已经被擒了 那位说 那张望怎么才来呢 张望把黄国英捆上之后 他得等天亮城门开 他得走外边 张望把黄国英逮着 黄国英也看明不是张望 黄国英不明白 这不是建山棚 来到寻山总头目 张望吗 你捆我干嘛呀 冲着张望几个眼 张望把他嘴里布条 掏出来 干嘛呀 张大主 您这算奶出啊 你什么奶出啊 带你见个朋友 带我见毛 你捆我干嘛 不捆怕你跑了 我跑什么呀 得了 堵上点 扛起来 他不奔建山走 奔建州走 黄国英一看 干咯 这口坏 哪知道张望是奸细呀 打算盗反建山的 黄国英心里面叫苦 城门这一开 和上扛一人 有起的早的 咋卖早点的 大伙出来一瞧 哎 这谁呀 那说不是这黄国英不 乔城改办了 穿着便衣啊 一看和上扛着一人 和上这劲头 熊啾啾气啊 扛着这人 啊 这家伙 逮着李了 那意思 迈着大步 挺胸脯 往前走 这怎么回事 这一瞧我就瞧明白了 这什么事 扛着这人是小偷 上个药里偷东西去 让和上逮着了 你看和上这横劲 逮着李了吗 扛着他金建州 找支州黄的人 让黄的人狠狠打他一顿板子 这几位聊天也没顾忌 黄国英 踏着张望 尖刀吸了话 哪找黄的人去 我就是黄的人呢 我自己给自己下令 打一顿板子 打一顿板子 那是好的呀 到如今是人头落地 以身就法 张望扛着黄国英来到了 雅鼠以外 跟门上人一回表 说我要见随行委员 办差婚 我这人 搁在你们这 你给我看住 哪只铜铃珠来 把他引进去 现在面见 钦差大人 连钦差不知张望 之故儿 他打哪来打哪去 别不清楚 现在让他自己说 张望这才跪在钦差的面前 怕怕怕怕怕怕 把自己所经历的 这么一说 说老大人呐 师伯师叔 众外侠客 想西地 贫僧张望 我不过突成口舌之能 就因为我爱挑唆事 所以被恩师 隔出门墙 我到现在身头匪乎 来到了建山之内 不做他想 还要凭我口舌之能 倒反他一坐建山 彭来倒 那时方有颜面 得见恩师 师方才近来因有 要是未及顾问 我那老恩师 听说被无形建客 打成重伤 说的话 张上掉眼泪了 他老人家 现在何处可中 弟子一见 有心胸 有志气 别人听了 不再紧要 唯独镇东霞 喉庭 听完了 首领 阴然 点头 称许 罢了 这不愧是我 侯氏门中之弟子 这对了 北侠哥一看 怎么样 当初我回复张望 林斗叔 我嘱咐他那几句话 小孩多有知情 当初侯廷 你对人太严厉了 一人你给宰了 对不对 这我几句话 人孩子立这么大功 北侠哥过来 伸手相掺 说张望啊 没想到你能立真大功能 来来来 我同你 到乡旁去见你的老师 拉着张望 可就够问乡旁 大人一声令下 说带黄国英 留歪他 把黄国英给递了进来 黄国英下的面无人色 体色山康 哆嗦成一个 大人这才下一声令 给他松绑 当时把黄国英 绑绳松开 匍匐在地 吓得都尿了裤子 说 亲差大人 是下官 我一时不明 被匪人胁迫 这才万般无奈 行此措施 都 住了吧 还瞎说呢 谁让我进的这玻璃天 你让我进来的 这地道是匪人挖的 匪人胁迫 就让你帮助他 刺杀我 哪那么现成的地道啊 你难以自圆其说呀 来 将黄国英 拉出府衙 就在长街 销售室中 人头 高官挂起 没官了 黄国英手下人全跑了 出榜吧 军师杨有之 写一个布告 贴出去 和府的 拔贡奸生 秀才们全来 干嘛 年代人是主考 杨有之是副主考 临时先拔几个官 那不成 这没人管那行吗 有一老拔贡姓方 叫方不平 这方不平 方老秀才 拔贡奸 学问好极了 相貌古怪 谈吐不俗 年代人一眼就看见这方不平了 这脑袋说方不平 方成 你别看岁数那么大了 学生在 这样 代理之中 你先待几天 那么所有的这些个 奸生秀才 按他们的才学 量才而用 那么朝廷 克日 就要派人 前来接替你走 你好好出榜安民 代理几天就行 各方不平 心里的痛快 气势多了 没做官 一生的梦想 得记 得黄国英的记了 黄国英不当反叛 一辈多也当不上官 太痛快了 好 感情 建州上下 大伙 全都挺高兴 当官政法呀 大家伙 敲楼打鼓 加尖吃洗面 方老八公呢 在当地还很有威望 一说他代理之中 大伙还都同意 那么大人不能仅在这待着 还得构奔成都府啊 可就有侯廷提出来 这一路上啊 经历的显示太多了 那么构奔成都府 我出一个主意 不知道大伙看可行不可行 大伙说您商量商量吧 头一二说 张望是个有用之人 现在虽然我 跟侯协没允许 他再回我们的门中呢 但是要看这孩子能立这功 他在里边大有用途 咱赶紧把他派回去 恐怕时间长了 剑山之人醒觉 这才二次把张望叫出来 大伙一看张望俩眼哭得挺肿 为什么 见着侯杰身受重伤 动了心了 说弟子无能不能在老师的膝前进相 迟了于老师今日身受重伤 侯杰一白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对你来说是个警戒 慢说是你就是为师我怎么样 我们群侠斗无形 无形见个上把为师打成重伤 你们旁边躺的是谁 司徒拉 你看他让剑口给踹了 要没有南下他早就弯回去了 他比我狂 比我狂啊 没有好处 你好好见你几位大爷 央给央给他们 说实在着 当初不是师父我要把你开除 那你大爷的脾气 你也知道 张望一听 不愿您也不愿师父 都是我当时把势作差 那么我要凭我之能 把我这个名誉给证回来 绝要搅乱他一座剑山 全在你吧 师父两个人 各宿中长 张望哭得还挺伤心 文庭清差这叫张望这才 辞别恩师 够问了 清差的上房屋 清差很是勉励的几句 这才让张望还从暗道走 你出城现在也得留神了 为什么 你扛着这个大不大样 进来这也不成 人都知道了 现在你还从暗道走 张望自回剑山 日后倒反 一座剑山棚来倒 那能那可太大 就凭这三寸不烂之蛇 两行灵力之耻 就能说活了英王傅昌之心 各下张望回山 暂且不提 侯听说二意紧要 大人 我打算找一个人 冒充清差大人 办一假清差 坐在大轿之内 一到了成都府 满是剑山眼线和亲信 恐怕就有人前来 行刺老大人 现在有无形剑 可这样人都来了 不由得大伙不害怕了 真打不过呀 你这懂钱什么时候来呀 你这接铁球那位 是敌是友啊 这都很恐怖的 那你 凭群侠之力 说就切诈吗 你眼睁这无形剑 可太厉害了 要说搭着 艳谱艳云峰 艳雷艳紫托 老道杜青峰 诸葛宏徒 谈天谈问林 这些人都杀了 就凭我们这几位 几口宝剑 几把宝刀 不见得怎么样啊 大人性命有忧啊 弄一假钦差 但有一只二人 保着年的您人 化妆前行 咱们成都府会合 大伙一听 这主意还真不错 那么 谁假扮钦差呢 同林说 这样吧 就由建里州大佬里边 挑出一死刑犯了 让他穿成大人的模样 坐在教内 说艳路无事 大伙怎么保着大人 怎么保着他 为的是秦拿钦差 那是该着他的造谱 到了成都府 可以免他一死 倘若何该 他的这个命运不佳 真被建山派来的刺客 把他刺死了 那也叫死得其所 该着他以身正法 本来他就死罪 大伙一听 海川这主意也不错 可是北侠可提出来了 这个死刑犯 他没有官威呀 艳路之上 这个周城府县文武官员 都要接驾呀 大人总要有些个应答呀 那么到那时 这个死刑犯应答不辩之时 岂不是了大人的官仪了吗 连耕尧一听 对呀 也不像话呀 我堂堂钦差 让一死刑犯冒充我 再说他什么都不懂啊 不知道对答呀 同龄一琢磨 还得懂得礼数 还得懂得官场的规矩 还得知道大人平常能说什么 这样吧 让师爷杨永之来吧 大人一听何诗 群侠文听点头 这才把杨永之叫在面前 就把让师爷杨永之假扮 钦差这个事跟杨师爷一说 杨师爷一听当时就愣了 哦 又算计我 这是玩命 想那钦差老大人 满身武艺 尚且不成 我一文若书生 年过半百 我这么大的岁数 坐在轿子里 我情等着挨刺吗 这不是情等着死吗 这是玩命啊 当着钦差面 焉能说不去呀 可是有一节 你们这些江湖之人 把我杨永之小瞧了 倘若杨永之大难不死 得回京中 一朝得地 我掌权之时 那时难免我不把 而等江湖蜀辈之岛 同志们 杨永之就在此时 生下一念日后 雍正皇爷驾坐久武 杨永之就在雍正皇爷面前 凭口舌之声 这才治岛 群雅 好